下面我们把割炒机的操作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我们要检查燃料有没有 然后启动前先挡开电门 挡位随着空挡 挡开封门 然后拉绳启动 分门回位 稍加点油门稳定 挂上档位 合上离合器 就开始行走 主边 这个音乐是主嘴弯 这边也是右嘴弯 调节合适的高度 往这边是调整高度 往上调 站着的时候往下放 作业时 我们要合上这个作业离合器 然后作业停止 我们就放开作业离合器 还自动停止 放开这边行走离合器 还停止停 把我们挂到中档 然后关上吸火箭 好 来 来 好